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談清說幣這個節目 今天我們三位回到一起去支持這個節目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Yasman 我們說一下甚麼好 我們今集會說一下如何在不同的家庭所入金 買到這個虛擬貨幣 很多人想入場可能都不太懂得如何開始 其實總括來說 當我們甚麼都沒有 沒有BTC 沒有Ethereum 那時候 如果要去買賣 最基本的一開始買賣加密貨幣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OTC 叫做場外交易 就是給你朋友給你 或者你自己的 可能認識到有人 或者透過一些平台 可能買大額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場外交易 另一種就是場內交易 甚麼叫場內交易 最主要就是在一些家庭所裡面 去直接去做trade 就像取消業交付一樣 在證券商 透過證券商去trade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要去買一買區域貨幣的話 一開始其實我都鼓勵大家先用一些家庭所 因為可能其實OTC 可能一來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在身邊 可能有BTC 而其中間裡面都有一些微妙的東西 可能有時候都要確認對方的真偽 又或者要上去trade 一個信任度 才可以繼續做一些大支援的OTC 所以一開始 也有人試過是被人欺負的 就像我之前在一些Telegram群組的時候 他們是專門給香港人做OTC 但是有人收了錢之後 就沒有給一些幣的買家 是的 所以OTC 就要開始熟了之後 多一些 基於信任 基於信任 對 基於信任 吃多一些幣圈的朋友吃多一些才可以做到 所以一開始我都鼓勵大家 是用一些可能比較大型的平台 去做一些虛擬貨幣的買賣 我先說一下 不如在香港 如果我有港幣 通常香港人都有港幣 或者有美金 如果一開始想去用現金去買賣 最大的先 例如比特幣 以太坊那些 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做呢 香港現在都有幾間交易所 是可以提供到這個入金的服務 首先就說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TaiBit 它在柴灣就有他們自己的辦公室 現在他們還支持這個轉數塊 這個渠道的入金 你就可以大現金去他們辦公室入 或者是你去 寄貨幣到他們銀行戶口都可以 過數這樣 嗯 那入金之後有什麼要做 即入了金 即好像入錢 入去證券商戶口 即跟著它的現金 Cash account 就有你的錢 那之後呢 之後可以怎樣去買賣 那之後你的賬號 裡面的餘額就會多了一些港幣 可能你入了1000元 那你的戶口就會多了1000元 那之後你就先去看上面的 譬如BTC對HKD 或者BTC對USD那些的Pair 那你就去買回BTC 即入了金已經很快可以交易 是 不如我們開一個TaiBit的網站 給大家看看好嗎 好 這個就是我們TaiBit的網站 其實大部份的加密貨幣那些 Trading的網站 大部份都好像這樣 你見到一些圖 基本上旁邊有一個Trading history 這裏通常有一個Trading history 旁邊有一個order book 通常你就是在這幾樣裡面 可能就最早 你可能要登入了之後 現在沒有登入 登入之後 就好像真是普通買賣股票那樣 就用你的現金 去按設定價也好 或者現價也好 去買買回加密貨幣那樣 如果TaiBit的話 如果對港幣 你見到上面有BTC對HKD 基本上它現在這個網站 就有支援 就是這個交易所 就支援了大概五種 比較大的加密貨幣 有Bitcoin Ethereum 你見到 有EOS 也有NEO NEO 是一隻 你當是中國版的Ethereum 是中國人的一個幣 所以這個交易所裡面 就是支援了五種 但其實你見到其實交易量 都不是真的很多 加密量可能每天都只有六個左右的BTC 除了TaiBit 所以可能要大壓的話 可能要花多點時間去交易 或者真的要透過OTC 除了TaiBit之外 有沒有其他選擇在香港 還有CoinSuper和Bitmark CoinSuper都是類似 都是在戶口過數 而Bitmark 它就會提供信用卡買幣的服務 但是它的收費手錄費 因為它用信用卡 所以就會稍為高一點 以前一些比較出名 可能是ANX Pro那些 現在還有沒有可以 用現金去買賣 去進去它的帳戶賣 據我所知 現在ANX Pro 就應該是沒有現金買賣 曾經在香港 都當同一時的GayCoin 現在又行不行 他們之前 就因為銀行戶口被人凍結了 但最近是應該已經回復 不過我聽過 好像都是要射去一些 外國的銀行戶口 因為我記得它之前用過恆生 然後用過一些中資 第二層的銀行 之後都被人凍結了 好像聽說現在最新都要射去外國 應該也是 如果真的要射去外國 我建議其實你都可以 嘗試用一些外國的交易所 好像日本 日本的合約 或者是Liquid 甚至乎一些Bistamp 一些老牌的交易所 Bistamp就是2011年 已經開始做交易所的生意 所以很多人都試過 用恆生 或者匯豐 去匯錢 電匯過去 當然你要先轉為美金 他們都 而且你的平台 買賣應該 那個價位 會低過中國的交易 是嗎 是 因為現在香港的交易所 一般他們的交易量 都是比較 比外國和大陸 會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去那邊 買過 成交量是會大些 以及他的深度都會多些 就是 小抹價會少些 因為成交量少 你抹價 買賣差價便很大 成交量大便會少些 沒錯 但其實 因為其實每個交易所的價 都有少少少不同的 如果大家去現貨買賣的時候 可能用現金去買賣大幣 一開始入場的時候 就留意 其實是沒有standard price 其實是在貨幣市場裏面 是每個交易所都有少少不同的 有些高有些低 其實有時候 相差如果是 試過最高峰期離譜的時候 可以爭成一兩成的不同交易所裏面 那時候就有另一個獲利的方法 就叫搬磚 什麼叫搬磚 就是你在便宜的交易所 去買入Bitcoin 然後你看到另一個 可能10%高了 有日價的 然後在一個交易所裏面 去沽出 你就零成本 這個就是搬磚套利 但現在基本上 都有很多學問在裏面 都有很多學問 交易費 或者你要轉錢 就是訂了BTC 過去也要一些時間 或者你套利 聽說Kaley之前有朋友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韓國人 是呀 是呀 之前有個同事 現在已經辭職不做了 她就是做這個搬磚套利 因為她是韓國人的身份 她在香港工作 所以她兩邊都有銀行戶口 她當時就在香港的交易所買比特幣 然後就彈去韓國交易所賣 在韓國交易所賣了 之後拿了些錢 就在韓國的銀行那邊拿回現金 真的一堆堆的現金 跟爸爸媽媽和女朋友 真的一起搭飛機 拿著現金來回香港 然後再在香港又買過 是的 來回做了很多轉 請了公司的商業旅行 搭飛機回韓國又再做這些 甚至借銀行的錢去做這件事 因為當時是保證可以賺的 所以現在已經是賣了樓 然後再遲了職 現在好像回第六學 普通話在扶養著興趣 真人真事 但當時的日價是有多少 不知道是韓國交易所 我知道韓國這麼多年 之前都是比國際市場的價是高出 是的 韓國的需求更大 其實都視乎當時的價格是怎樣的 即有時如果那些價格突然飆上去 或者拆下底 那時的價格大到一千都有 是的 所以其實呢 過往兩三年 現在是少一些 過往三年韓國的日價 甚至乎可能比國際價 可能一至兩成 所以你只是一賣一賣 零成本地就可以去套利 不過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韓國沒有銀行戶口 也開不了 因為我們不是韓國人 我們沒有韓三行戶 所以就開不了一個韓國戶口 去做這個這麼好的 所以我都沒有辦法 這些機會要找一下 不熟義按援費 也有很多不同其他機會的 除了這兩個交易所之外 其實大部份的幣 其實就不可以 就是比較困難去透過現金的交易 所以在交易貨幣裡面 有個特別就是 你要用幣和幣之間交易 什麼意思呢 可能你要買一個幣 這個幣可能是沒有和現價 就是現金的掛勾 你要先買比特幣 或者先買以太坊 ETH或者比特幣 之後用回比特幣 或者Ethereum 去買回其他 之前說過幾千種的加密貨幣 如果要買買加密貨幣 就是它的加密貨幣 在全球來說 都數一數二 亦都會比較多人用 加密貨幣 都會足夠 就算你有很多的BTC 要買 它都可以足夠應付到 以及上了的幣種都不差 是嗎 對 我們跟大家看看 和觀眾一起看看 這個就是 Binance 的加密所 其實Binance 是2017年 大概暑假的時候開的 大概開了現在 2021年多的時間 但基本上 Binance 已經成為 全球其中之一 最大交易量的交易所 九分中文 據說他們去年 在第二季的盈利 更多於得意志銀行 是的 他們是一季 一季比一年多 一季和一季比 一季一季比 即是已經比銀行更多 不厲害 看回現在Coin Market Cap Binance 是第一 那個 trading volume 還有你可以看到 就算之前Bitcoin 12月跌下來 跌得三成 但其實BnB跌得不多 BnB年頭 BnB是甚麼 可能你們不知道 BnB其實就是 Binance 的平台幣 所以它其實 都不是跌得多 反而還有少少升 如果對比回12月 一開始的價格 是的 如果是台灣營光幕 如果可以買其他幣 大部分都是 你見到 全部都是用BTC去買賣 所以如果要進入交易 真的要買不同的幣 首先你要先用現金 對於BTC或Ethereum 然後基於這兩個 其實這兩個就是 加密貨幣裏面的發幣 就可以買賣 基本上你見到 Binance 如果沒有記錯 都有幾百種幣 給大家去買 這個就是BTC到USDT 如果你可以按進去 可能按進去 批准你的ADA ADA就是現在排行十幾個 全球市值 Cardano 就要用BTC 去買這隻ADA 就要透過這些Binance 或者貨幣 才可以買到 這個就是 你見到全部都好像 其實這個interface好像很簡單 但是其實 大部分的交易網集都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另一個 另一個是貨幣 貨幣 現在是全中國第一大的 交易貨幣的交易所 他們的交易平台 基本上他們都是 你見到interface 都是很比較 都是有order book 有不同的幣去交易 還有他們近日出了新聞 他們將會在 貨幣 將會在11月左右 他們會出自己的穩定幣 HUSD 甚麼穩定幣 因為其實 整個交易貨幣的波幅很大 如果你經常 可能你希望 乘客 你又不希望兌換的時候 但其實如果BTC 或Ethereum 其實每天 高峰期都可以 每天都有十幾 至十百分之波幅 所以有些交易所 就會出了一個穩定幣 即是 它永遠都是 跟某一種貨幣掛鉤 1比1 現在 暫時 全世界最出名的 就是這個 USDT USDT 就是他們 永遠的價格 都是跟美金 1比1 即是USDT 的一個 永遠的價值 就是美金的1 所以 這個就是 很多的穩定幣 可能你不買 你想兌換的 可能你想 又不想馬上兌換現金 即是現金 因為你兌換現金 其實都要 手續費 就很麻煩 那些 所以有些人就會選擇 要貨幣 不如先兌換USDT 或者一些穩定幣 先 那火幣呢 它將會出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 HUSD 它們希望出一個 對自家制的一個 其實都好的 有多幾種 其實USDT 就是有些人都質疑 它背後 其實沒有那麼多美金 去搭配它 所以有多幾種 大家都可以 即是安全一點 分散一點 即雖然不搭配 但都沒有搭配 在同一隻 有幾隻會比較好 最近都試過是脫鉤 即是最近 他們都試過 即不是1比1 可能是一對0.9幾 即USDT 大家一直都以為很安全 但是 就近來都有一些 就是懷疑 是吧 可能就是 覺得它背後 即是有些輿論 就覺得它背後沒有那麼多 這些支援 那價錢其實都有些少許 現在就有很多 不同的穩定幣 譬如GUSD PAX 或者DAI SBD 甚至是 用BitShare的系統 撈定的 BitCNY 很多不同種類的穩定幣 大家可能也要看它背後 是用甚麼機制去 保證它那個 PAC這個 Fiat的價值 其實最常用的 最多人用的 都是USDT 暫時來說 所以你看到Galaxy 所 剛才Desmond說了很多 其實可能只是看到USDT 基本上Galaxy 所裏面 所以現在 可能大家都可以先用USDT 看看 火幣之後 出了自己的 穩定幣之後 之後的發展是如何 還有一件事 我想也要提一提觀眾的 就是剛才開帳戶的時候 有些步驟也挺繁瑣的 有甚麼步驟 是KYC 即是要拍照 自己對著自己 拿著護照片拍照 因為開交易所 其實就跟普通 其實類似開電郵 我想說 你開電郵登記 但你會有很多個人資料 但永遠大部份的交易所 都有一個步驟 叫KYC 就是甚麼呢 剛才好像KK這樣說 其實就是 你要將你的身份證 或者你的護照 做個Selfie 跟自己的樣子 立即是確保了 一些反洗黑錢的 一些法規裏裏的步驟 通常如果在銀行 要轉錢進入街所買賣 就一定要做這個步驟 因為銀行都要規定 他們要做這個 但是如果 譬如我直接 就是Binance 沒有支持這個 銀行轉錢進去 它是直接 你放些幣進去直接交易 這一種就應該不用 是嗎 不一定要 但也有些是會的 如果Binance 就好像 你如果不做KYC 你每天就最多可以 提取兩個Bitcoin 即分訊上的 如果你要提大一點 你就要去做KYC 如果它是做KYC 有時候還會要你 拿著當日日期的 就是這樣 拿著當日的日期 就是這樣 拿著當日的日期 叫Binance的名字 免得你用其他用途 所以大家要開架 也要留意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關於CrystalCurrents 和Botchain的資訊 拜拜 拜拜